每年的李維選前 國民黨在婦人館的政策問題一直沒順悉 國民黨在16號就開中相會 婦人館三三的李維選總有好消息了 那這次為什麼會徵召我們吳威智教授 是因為其實吳威智教授他在不管他的學養還有他的人品 可以說都是一時之選 尤其是他願意在國民黨這麼艱難的時候 還願意這個義無反顧的投入這場選戰 所以我們認為他是最優質的人選 而且不管他的鬥志跟他的這個志氣 可以說都是第一名 國民黨海選立委中加軍 全部提出明年的立委選舉之後 國民黨婦人館東部主委 庫夫人並沒有放棄這麼有實力的演算 希望中加軍可以回心轉移 自從這個我們原來徵召的候選人張家俊 宣布他要退出這場選舉之後 我們也持續的在跟張委員這邊溝通 那當然除此之外我們也是努力的在 我有目前鎖定兩個很優質的人選在勸進 雖然地方黨部主委沒有放棄機會 希望中加軍繼續選 不過中加軍本人表示 目前對著國民黨沒有中市地方他很希望 主主席昨天有講說會繼續勸進 但是問題是有沒有行動 有沒有派人來再跟你們溝通 到目前為止是我都還沒有跟他聯絡上 他也沒有跟我聯絡上 明年理會選議越來越接近 地方黨部主委考進又表示 萬里中加軍也是沒有回心轉移 海選理會沒有考慮比怎麼進行來應應 第一位就是我們的蘇俊豪束副議長 第二位就是我們的前東市鄉長陳智陽 這兩位都是非常年輕優質 而且這個服務熱誠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朝這個目標能夠來勸進這兩位 也代表我們的中國國民黨來參選海線的立委 為了應戰明年的立委選前 目前國民黨在雲林館海選這部分 需要再農立一段 相信精進度有好結果 記者歡迎收看蔡芳報道